大家好,今天分享一个香儿腻腻的木花排骨汤 黏去排骨的腥,杀菊菇 面,让排骨滑嫩双口 需要抓两分钟 抓黏布了,再倒入清水,洗净 把它洗三遍,就洗透了 这样就洗干净了,捞另一个碗里 倒入清水 来点醋,使排骨更软更嫩 醋,让排骨里的血水泡出来 现在就给它泡20分钟,备用 姜和葱,都切大段 浸泡好的排骨,放到锅里 倒入清水,没过排骨 搁点葱,姜片 我们开火煮三分钟 把浮沫浮出 把葱姜捞出 把葱姜捞出 一定要用温水把排骨洗两遍 第二遍洗,就非常洁净了 用冷水洗,肉一收缩就梗 它就很嫩了 现在咱们就开始煮了 下料 姜 搁温水,煮三十分钟 排骨汤,三十分钟 煮好了 现在把乌瓜下进去 放点大枣,不学氧气 放点枸杞 撕阴,骨羊 盖上盖煮十分钟 蒸骨,汤 咱们就煮好了 现在咱们调一下 味道 盐 白点胡椒粉 咱们尝一尝 有木瓜的清甜味 有排骨的香儿 芋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 快点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